我們一起讀《雅國書》一章五節至十一節 一起讀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 應當求那厚恥眾人 也不斥責人的神 主就必賜給客 只要憑著信心求 一點不疑惑 因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利風吹動翻騰 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得什麽 心懷疑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沒有定見 卑微的弟兄聲高 就該喜樂 富足的降碑也該如此 因為他必要過去 如同草上的花一樣 太陽出來 而風掛起 草就枯乾 花也凋謝 美容就消滅了 那富足的人 在他所行的事上 也要這種衰殘 我們一起祈禱 請天父啟禱 開我們的心明 祈禱 祈禱我們認識你的心 很想認識你 很想知道你有多美善 很想全心跟從你 愛你走你的路 向主提升我們的生命 多謝主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們 謝謝主 好 我們現在看回第五節 第五節很豐富 我一起再讀一次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 應當求那厚恥與眾人 也不斥責人的神 主就必至今 好 好 首先有人把他用口語化演繹出來 阿 阿 第五節很豐富 Caleb 你如果有缺少智慧的 就應該求我一位 賜好封聖 也不斥責人的神 主就一定賜給他 ok 好 這裡有什麼重點字 大家留意到有什麼重點字? 缺少智慧 缺少智慧大家會… 很蠢 不一定很蠢,總之就是缺少 還有什麼重點字? 即是缺少智慧不足 那厚恥與眾人 厚恥與眾人 這一句是非常好的 厚恥與眾人 給我們看到什麼? 厚恥與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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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推動祂賜給我們 但祂本身一定要什麼才能夠給予人 祂自己有智慧 還有厚恥於眾人 什麼都有 祂有很多 祂又很想給予人 很樂意給予人 好 還有不施責人 這是另一個重點字 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厚恥眾人也不施責人的神 即與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神應該是不會怪祂沒有智慧 是呀 是呀 這個是其一 即是神不會怪祂沒有智慧 即是你求的時候 神不會怪祂沒有智慧 是呀 祂不會說祂那麼蠢 還有什麼呢 即是不施責人 接納人 是的 接納人 即是說 無論你 其實你想到幾方面 這個人沒有智慧 或者祈求的過程 神都不會說祂的 譬如有時候有些人會說 他同一個人說 我想要些什麼 你戴上頭也搞錯 你想要這件事 就可以不給祂的 但是神就不會這樣的 我一個很深的例子 有一次我搭地鐵 就見到一個 一個小孩和一個爸爸 那個兒子就跟爸爸說 爸爸我想吃雪糕 那個爸爸的反應是什麼呢 他是沒有說話 他只是用一個動作 一巴巴打過 他就沒有打下去 他摘手舉起 那個兒子立刻不敢摘手 那這個爸爸是怎樣的 恐嚇他 是的 恐嚇他 即是有種傾向 就是會說他你做錯 但是神呢 我們求的時候 他是不會發脾氣的 他不會生氣的 或者我們很蠢也好 做得不夠好也好 神都不生氣的 總之我們求祂幫我們 我們求了之後 可能有智慧多了一點 或者不太多 或者有了智慧也不懂用 神都會怎樣 幫助 會幫助 用了這句 用了這句 都是會什麼 用了這句 適合這句 就是進度不夠快 神會怎樣 也不會斥責我們 第一 他不會罵 求他不會罵 求他之後得到 進度慢 他又不會罵 就算他人是軟弱的時候 神都是想感動他 當然神會有指責的時候 不過呢 神不是常用指責的方法 神是常用給機會我們的方法 經常都是想感動人改變的 神會指責的 神會指責的 聖經有說到 不過呢 我們看 新藥 你看大部分會看到 神是想幫我們 神知道我們的軟弱 神想幫我們 跟著呢 後果是怎樣 當我們求這位 有志眾人 有不斥責人的神 就怎樣 必至急他 對 這句經文其實是很豐富的 你試一下把神的屬性 總括出來 我們說過幾個 有沒有人願意 試一下說出來 不用怕 將他總括出來 神的屬性 令到我們有多放心 神是有智慧 神是有智慧 神是喜歡送禮物 神是很接納人 是 還有 忘記了 不要做 不要緊 誰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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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至急他 神會必定至急我們 這個經文 這一節 給我們 是加憎我們的什麼呢 信心 其實這一節經文 第五節 其實是 發揚神屬性的 我想大家回答 為何這一節經文 是發揚神屬性的 因為說出神的性格 是喜歡送禮物 是愛我們 是接納我們 所以 第六節 我們就 只要憑就 信心求 即是說 我們既然知道 神就是這麼願意給我們的 祂又這麼有能力 祂又不會罵人 於是我們就可以 放心求 我想大家應用一下 在自己的心目中 其實 雖然講是講智慧 但其實 不一定是單是純是智慧 其他地方都可以 試試應用在自己的生命中 即是自己的生命中 我缺少什麼 我可以怎樣放心求 而神是會怎樣的 即是應用在我們自己的生命中 你有什麼需要的 你會想到什麼你想有的 然後呢 你怎樣放心求 譬如在這裡 我求神 為我們興起一些 願意給神用的人 為我們開路 讓我們有更多門路 更多方法 祝福更多人 訓練更多人 讓我有時間去寫更多東西 去幫更多人 即是我的心就是這樣 我有信心 神是想的 神會成就的 那我就會放心去求 大家有沒有想到什麼 你會想神去 給你的 可以去 放心去求 每件事都是 每件事都是 是啊 每件事 但在你生命中 有哪一件事 你特別想 你覺得你想 神幫到你 每個人不同 即是你的情況是不同 每個人需要的不同 我真的想求智慧 你想求智慧 是吧 在哪方面的智慧呢 想 只是聽到 而是行到 行到的智慧 行到為何要智慧呢 因為要形容 形容的時候 就覺得很困難 是啊 因為很多事情困難了 我們 那些人 那些環境 人的說話 我們自己內心的負面聲音 都會令我們 不做到出來 但是這個 但是這個 神的智慧 就讓我們有智慧 如何形容出來 好 我們看看下面那裏 只要憑著信心求 一點 一寫 只要憑著信心求 一點不疑惑 因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 一波落被風吹動翻頭 好 就在這裏 Sally 你解一解 用字面解 就行了 你可以坐前些 可以坐前些 坐前些 對 近些 坐前些 對 近些 對 OK 對 連著第七節 因為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那樣 就是搖擺不定 是的 不如連著第七節 如果是這樣的人 真的 這麼懷疑 不是全身相信神的人 就不想從主那裏得到什麽 前面有說到什麽神的屬性 主就別慈喀他 即是我們求神一定會給我們 是的 神是很 我們先重溫 首先神是怎樣 祂有 祂有什麼呢 愛 祂有愛 還有祂有 祂有很多智慧 很多各樣的東西 全都有了 而祂有愛我們 還有呢 很有耐性 就是祂不斥責我們 以及感動我們 就算做得不好 祂都願意繼續給我們 是的 祂不會罵我們 就算我們進步得慢 祂都會繼續給我們 神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憑著信心求 憑著信心求的意思是什麽呢 憑著信心求 信心其實是什麽意思呢 就是你求的時候 已經相信這件事 神是會給和會成就 而不是你求的時候 甚至都不知道行不行 可能行 可能行不行 是的 就是求的時候會相信 那如果你記得 我曾經說過信心的定義 我給他信心的定義是什麽呢 六個字的 你記不記得 神造事我放心 是的 神造事我放心 那我還加多一兩句 就是神什麽我們放心呢 神造事我放心 神應許我放心 我放心 即是什麽都神計劃我放心 我放心 什麽總之神說了做的 我就放心了 既然聖經說了神是厚恥眾人 也不知其他人 他有很多東西給我們 個個都可以有的 問題就是我們拿了多少 只好我曾經說過彭孝廉 他本身回到香港 他沒有這個錢去開中學 去做這個興學政機協會 但是他有這個信心 神會供應他 那麼他就 將這個異象說給很多人聽 就很多人支持他 這個異象在香港 用基督教學校的方法傳呼音 就是他只有異象 他不是有這個錢可以做的 那麼他就可以開到這個學校了 這個就是信心 就是神那裡有 神那裡有預備 他好像我們這裡 準備開教會的時候 很神奇的 就是有一天 我們都沒有 我完全不記得他是誰 他是曾經來過我們聚會 不知一次還是兩次 我曾經為他祈祷 他說 在我接觸中有三個牧師 一個是我教會牧師 一個是另一個聖靈圈子的牧師 這個牧師幫他多些 第三個就是我幫他最少 可能兩次左右 他就說 神感動他為我們開教會來奉獻 就是他奉獻了一筆 就是挺大的奉獻的項目 就是幫助我們開始這裡 這個真是神很特別的作為 就是神已經一早有了計劃 變成他那一早 我們剛剛幾個人 就在我的會所裡 唯一一個人祈禱 就是那時候他打來的 他說我今早四點醒了 我就有這個感動 我收到的訊息 就是你們開教會 他問我是不是 我說是 他說收到訊息 神要他支持這個教會 真是很神奇 神厚志眾人 所以我們就憑著信心求 所以我們就憑著信心求 那我們可以 有些什麼在生命中 憑著信心求呢 而不是懷疑呢 因為他跟著說 因為疑惑的人 為什麼人會疑惑呢 我們下一個重點字 為什麼人會疑惑呢 看不到前面的方向 是啊 看不到 因為人是習慣信什麼的 人習慣信什麼的 人習慣信什麼的 信事實 眼看得見的東西 而神是怎樣的 是看不到 看得見的東西才叫信神 是啊 但是這樣 有些人就說 你信耶穌你是黑了眼 總之說信就信 好像沒有根據 那我們可以怎樣回答他呢 如果有人說 你真的黑了眼 信就信的了 就行了 那你是不是可靠呢 那我們會怎樣回答他呢 就是我們有什麼 我們肯定 然後有些什麼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會相信呢 有些什麼是肯定的 令到我們信心有信心的 神有計劃 神有計劃 OK 這個是對的 還有其他原因的 雖然神是看不到 但是經歷到 是啊 是經歷到的 他會體驗心感動 我們又平安 也都會令我們 犯罪的時候 覺得不舒服 是想悔改的 是啊 這個就是神的工作 在信耶穌的人身上 我們經歷到他 叫我們平安 興省 感動 還有呢 就是神有客觀的證據 你可以呢 我稍後 打出這個字幕的時候 你會看到 Megger那裡 有很多文件 其中一個就是 有真神和真神是誰 就是證明有真神的 他們兩個可以過來這裡 那麼呢 這個 就是證明神是有客觀的證據 證明他是真的 證明神是真的 所以 第一個就是神是真的 神是有客觀的證據 有預言 有科學性的證據 有考古的證據 然後有經歷性的證據 那這些呢 就是 就是 關於神的客觀 和經歷性的證據 然後 下一步呢 就是神的屬性 這才我們講到 就是他 很多很豐盛的恩典 他很想給人的 他很想幫人的 他樂意給人 他不罵人的 於是我們知道這麼多 我們就可以放心了 但是我想問大家 我們知道神是真的 另一方面 我們經歷都可以confirm 或者經歷到神的同在 或者醫治 或者有些人會收到神的信息 我們經歷到這些 但是為什麼人會懷疑呢 我想問大家 你經歷過很多聖靈工作 神的工作 都會不會有時懷疑呢 都會的 為什麼人會懷疑呢 可能我們的眼睛 注目了在那個環境那裡 是啊 就是一去到那個環境 之後又忘記了 是啊 我們人會習慣注目 他說的是對的 不過我想問大家 再想一下 有什麼原因令到我們 這麼容易懷疑呢 甚至我自己也告訴大家 有時候我都會懷疑 不過我很快會處理的 就這樣說我就會處理的 總是會有時彈出的意念 就是參習的思想 是啊參習的思想 為什麼會有呢 我想問大家 為什麼會有呢 以前失敗的經驗 以前失敗的經驗 是的 就是人的失敗經驗 還有 為什麼我問大家呢 讓大家翌日看到這些情況 原來失敗經驗 令到我們缺乏信心 第二些情況 我們知道呢 又會令到我們有堅定的信心 還有一些什麼因素呢 很多擔心 是的 人的本性 是會擔心 即使你說參習議論 一人的罪性 人會有這個罪性 而且的確有魔鬼的影響 邪靈的影響 有一個原因 我想說出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從小到大 人建立的習慣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的東西 就是真 譬如說 媽媽很疼你 媽媽是看得到的 她疼我們 所以媽媽疼是真的 我們知道這個人是對我們不好的 因為我們有個經驗 但是 跟神的關係有什麼不同呢 神是看不到 見不到 見不到 於是很多人 當日有困難的時候 神都不知道幫不幫我們 這個有另一個影響 就是律法主義 我不夠好 所以神不喜歡我們 這些垃圾在我們裡面 裝滿了 越是親近神 又越清理 但是總是會留一點 因為那個罪性自己會彈出來 即是有時候我都試過 想過很多次 到底神是否真的呢 但是我跟著又想回 那些預言 不可能是自己作出來的 我們所經歷的神 又真實的 那些人去過天堂的經歷 就是看到那些天堂的人 說一些說話 證明他真是看到天堂的人 即是又是真的 那樣就讓我知道 就是我重複會知道 神是 重複 一路confirm自己 以至呢 我會相信神的程度呢 就是我任何時間都說 神在這裡 神現在喜歡我 我一祈禱祂就喜歡了 就是我的心 一路幫自己 去到的程度就是 這個互動的祈禱 和互動的行動 我一祈禱神就喜歡了 我一事奉神就喜歡了 我一幫人神就喜歡了 現在神都在聽我們查經 神可能 在神的角度來說 我們的查經的層次是怎樣 都是低的 怎樣都不及祂 神呢 如果耶穌今天坐在這裏解經 是很不同我們解經的 我們盡量想學耶穌 能夠明白神的屬性和他的心 但是我們始終是學不盡的 但是神都依然 塞耳而聽 所以令到我們對神怎樣 加憎什麼 加憎信心 今天我們停在這裏 這個意念就是 神是可信的 神是有證據的 祂又厚刺中人 祂又不罵人 祂有很多東西想給我們的 而我們的經驗 又告訴我們神是真實的 於是這些呢 就會令到我們有信心 有任何的懷疑 都放手 大家就想回 有時候我們懷疑 可能因為什麼呢 情緒 被人罵完 遇到困難 自己 批判自己 就是很多因素的 我想問大家 這個禮拜有沒有懷疑過 懷疑過神 和自己不行的 有沒有懷疑過 有 其實一個禮拜 沒有懷疑一次的人 是很少的 是不是 一個禮拜完全沒有懷疑過 是完全 是很少很少的 有些人就懷疑 兩三次 立即主理 有些人是懷疑 幾十次 幾百次都有的 有沒有這樣的基督徒 有 有的 經常都在懷疑 所以他們就會怎樣 好像什麼 海上的波浪 海中的波浪 飄動 翻騰 這樣的人 必要想從主 那裡得什麼 就是這樣的人 在主那裡 是很難得到的 但有信心 譬如祈禱 我親近神 我相信耶穌現在在這裡 很想祝福我們 感謝耶穌 我一相信神 神就歡喜 神就在那裡笑 笑到見眼不見眼 所以我一相信 與靠神 拔著神 神就跟我一起 這個信心 就是神給我的定義 神答應 我就放心 神做事 我放心 神計劃 我放心 什麼都好 所以這兩節 是不是很好 OK 我們這三節 五至七節 我們就停在那裡 一起討告 求主幫我們 有信心 這一陣子 你想一想 你有什麼懷疑和擔心 浮動不定 什麼是令我們這樣 我們在這一陣子 都將祂交到神面前 神啊 祢是最可靠的神 因為我們看到 你創造的世界 很美麗 很有規律 很有能力 讓我們知道 神是有能力創造的 我們都看到 聖經是唯一 有很多很多的證據 有絕對的證據 證明是從神而來的 我們都看到 耶穌是可以經歷的 你能夠將平安喜樂 興省自由 醫治釋放 賜給我們 都將聖靈的能力賜給我們 主啊 我們願意 相信你 真是全能 也都很想給我們 個個都想給 主求你幫我們 放下心中垃圾 因為有時候 我們會覺得自己不夠好 所以神不喜歡我們 自己不夠信心 所以神不給我們 自己不夠資格 所以神不給我們 我們不夠聽話 所以神不給我們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放下意料 因為神裡面 主要不是去斥責人 神主要是不斥責人的神 幫我們有信心 相信 我們可以在神裡面得更多 進入神的同在更多 得到神恩典更多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主加征我們每一個信心 也都歡喜茶經 歡喜神的華語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大家回家 我想大家研讀 最好找一本寶 寫下 有什麼神屬性 甚至可以用WhatsApp傳給我 給我立一立 告訴我 今次查到這些 告訴我 有幾樣東西可以查 神的屬性 我們有什麼需要改善 我有什麼可以改善 有什麼需要改善 就是聚 有什麼改善就是遵從 就是神的屬性 我有什麼做不到 我怎樣做 那時候 你這樣做 你這樣查經 就會發覺 聖經很豐富 還有查經不是很難的 是不是很難 就是這樣查 不是很難 有些人說不難 不如查查看過了 但是又拿不到這麼多恩典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在聖經裡面得到更多 OK 在聖經裡面 在聖經裡面 在聖經裡面